我们过去没有看到科学报告 对于佛所说的 信佛吗 佛不妄语吗 佛所讲的我们相信 但是这个理想不通啊 总是有疑惑 百分九十九相信佛 还有一分疑惑 那还是疑惑 当我们看到科学报告 这个意义才断掉 我们才完全相信 没有丝毫意乎了 去念头主宰了一切 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 那么至于说 劝人放下世界的一切 念佛求往生 于是有些人辞去工作 放下家庭 或集中在一处 或在山上或单独的屋子里 或某种场合 大家集合在一起 不吃不喝不睡 要学盈阔法师念佛往生 并说这是老法师教给我们 避免2012灾难的好方法 给社会和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 弟子心中有疑惑 请老法师解释 这就是断章取义所产生的 把我前后所讲的几集 这个大概有六七集 你看到之后问题全解决了 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开经济上说 缘解如来真实义 我讲的意思你们没了解 你们错了 那是你们自己的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 如果学佛要是真正为自己自私自利 释迦牟尼佛又何比49年讲经教学那么辛苦呢 他为什么不去入大半裂盘 为什么不到极弱世界去呢 找这个苦头来吃有什么意思 佛家所说的慈悲何在啊 学佛 我倒是常说 学佛首先最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呢 知道生命是永恒的 国是不死的 死身体有生命 我没有生命 中国人也一般人讲过是灵魂胜苦 外国人也承认 佛法里面讲神死 这是真正苦 我要是有生死的话 还投什么胎呢 还有什么来世 前生呢 没有了 所以问题就在此地 真正从佛法讲 佛法不叫灵魂 叫灵性 其实灵魂 那个魂并不灵 如果要灵 他选择极弱世界去了 后必高六道轮回 不灵啊 所以魂之 迷魂 决定不是灵魂 孔子说的好 孔子在异戏词里面讲的 游魂未变 这个讲的好 因为魂确实 它的变化太大 速度太大 说游魂呢 是说的非常正确 可见到孔子对这个 不是不知道 他讲游魂为变 就是讲六道轮回 讲精气为无 那就是讲的说 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的关系 我们今天从量子力学的时候 这个知识来解释 这两句话的时候 就很容易明了 物质现象 确实是精神变现出来的 是精气为无 游魂未变 是发现一阵状言 这个正暴 就是游魂未变 根据什么变呢 根据自己的念头 所以念头 在初生的时候 中国圣人说的很好 本心本人 佛说的好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释迦说本来是佛 中国祖宗说 本性本善是一个意思 本善不是善物的善 本善那个善是赞叹 他太圆满了 那有一丝毫的欠缺 摄加木尼佛 在华言经上 说了一句话说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借有如来智慧得相 那这就是本善 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得相